婉容的一生是悲惨的 她贵为皇后 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正宫娘娘 可惜她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一次溥仪的女人 甚至连结婚的当天晚上 溥仪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养心垫睡的 留下了婉容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在昆宁宫里度过了新婚之夜 因为溥仪早就没有了男人的能力 婉容特别在乎她皇后的身份 即便溥仪从来都没有把她当作妻子看待 只是把她当成一个自己的附属品 一个摆设 她依然跟着溥仪 从紫禁城到天津 从天津到东北 再到后来被溥仪无情地抛弃在大栗子沟 在东北时期 溥仪已经不怎么和婉容说话了 更不在一起睡觉 当时溥仪和婉容住在日本人 给他们准备的机西楼 这个楼分为东西两栋 溥仪处在东斗 婉容住在西楼 孤独的婉容 除了用大烟狼排进寂寞外 还偷偷地与溥仪的侍卫产生私情 最后居然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溥仪在震惊之下 让人把孩子扔进锅炉里 直接焚化了 关于婉容与侍卫偷情生着孩子这件事情 我一直以为是谣传或者是电视剧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的情节 但是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 我发现了一些端倪 似乎佐证着这件事应该是真的 溥仪在书中写道 自从他把文秀挤走之后 我对他便有了反感 很少和他说话了 也不大留心他的事情 所以也从没有从他的嘴里面 听说过他自己的心情 苦闷和愿望 只知道后来他染上了鸦片的时候 有了无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重点是最后一句 无所不能够容忍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行为 能够让溥仪所不能容忍 那么从男人的角度来说 可以包容女人的一切错误 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容忍 那就是出轨 可是溥仪又没有明确写 我们也只能是猜测 不过在北京晚报 2018年4月4日 勘杂的一篇文章 溥仪自传问世纪中 有一段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算是直接证实了 宛容确实有一个死生子 被溥仪给扔进锅炉了 文中写道 同样被删去的 还有一些怕太过残忍 引起中外读者不愉快感受的内容 比如有一段关于溥仪 处理宛容偷情所生的孩子的内容 宛容也许致死还做着一个梦 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 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 就被田径锅炉里焚化了 她只知道她的哥哥 在外边带她养育着孩子 她哥哥是每个月 要从她手里拿出一笔养育费的 由此我们知道 这段历史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因为溥仪处理的过于残暴 不宜刊登 因此最终定稿的时候被删除了 只留下了一句很隐晦的话 由了我所不能够容忍的事情 那么宛容的偷情对象到底是谁 溥仪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宛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跟着溥仪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 1924年 溥仪被撵出了皇宫 随后来到了天津 住在了民国新贵陆宗渝的大别墅里 溥仪把它改名为靖元 溥仪不学钱 而且有身份 在过了一段惊恐的生活之后 溥仪逐渐适应了天津租界的繁华 他带着宛容在天津频频出席高档酒会 逛百货商场 开汽车 看电影 吃鸡餐 过得是潇洒又自由 溥仪喜欢打网球 他在靖元里设计了一个网球场 平常陪他打网球的 除了宛容就是他身边的两个侍卫 奇迹中 和李体育 这两个人都是北京人 从小进皇宫伺候溥仪 但是那会儿已经废除了太监制度 所以他俩是真正的纯爷们 到天津的时候 奇迹中和李体育 大概二十岁的样子 正是青春活力四射的年纪 尤其是到了网球场上 更是雄性荷尔蒙大爆发 宛容已经嫁给溥仪几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雨水之患 不禁就对这两个傍小伙多看了几眼 1931年 溥仪在日本人的蛊惑之下 秘密地跑到了东北 甚至连宛容都没有带 原本宛容是非常反对去东北的 他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圈套 但是在川岛方子的软磨硬炮之下 宛容也追随溥仪去了东北 溥仪和宛容在吕顺会面了 他们在肃清王府里住了有三个月 宛容照例是一个人睡 他每天都睡得很晚 早上不起床 溥仪就派人去叫他起床 据溥仪的随事李国雄回忆 每天去叫宛容起床的 无非是他和李体育 奇迹中三个人 每次他们去叫 宛容都会故意转个身 露出白白的后背 李国雄为了避嫌 经常找借口开脱这个柴事 但是李体育却非常积极 私情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一天早上 溥仪在他自己的药房里找药 正好碰到李体育回来 溥仪发现他嘴上有红颜色 就问他 你怎么还抹口红呢 李体育心里一惊 连忙编了一个谎话道 奴才这两天嘴唇发白 抹点口红 万岁爷看着顺眼 有一天晚上 轮到李体育 在溥仪房间外面陪请 半夜里 溥仪突然起来找药 发现李体育的床铺是空着的 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过了一会儿 李体育欢欢张张的 提着裤子从外面跑回来 溥仪本来就疑心病 这一下子怒了 上手就去打李体育 边打边问道 叔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李体育一开始不招 后来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 就承认是和另外一个 市委官的老婆死同 溥仪没有抓到确凿证据 但是也不想再看见李体育 就让人把他送回了北京 临走前还给了他四百元钱 因为平常溥仪对宛容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的 而且又不在一起生活 下人们更是不敢多岁 因此宛容怀孕十个月 溥仪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直到孩子生下来 溥仪才得到消息 溥仪当然知道 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他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和宛容睡过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这个时候 溥仪才确信 自己是真的被虑了 至于孩子的亲爹是谁 溥仪没有心思去知道 不管是谁 反正不会是自己的 估计只有宛容自己知道 圣怒之下 溥仪下令 把刚出生的婴儿给填进了锅炉里 多年之后 溥仪在写回忆录的时候 他说这个婴儿是个死胎 所以他才让人这么干的 那个时候 溥仪正在接受改造 他这么说 也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